许兰娥书轩拼布种子老师 第三次参与拼布培训课程 这次高阶班教学 讲究的是如何将一些布料 透过缝纫技巧和细腻手法 依这一线制作出一系列可爱的拼布包包 我这次来是更加有信心的去把它的拼布 去教给更多的学生或者是大德 第一次的时候是很急 因为我们就要把所有出阶的课程 把它学好 然后就觉得说 就还没有完成就要挑去另外一个 因为毕竟第一次学习就会比较慢 而且我们就是希望把所有的精髓 都吸收的更多 然后我们可以传承给我们的私自团队 或者我们的教育师工 还有我们的学员 想要制作出这些拼布包包 再选择材料和工具都必须下一番功夫 陈素良老师用心地把拼布的精髓传授给学员们 所有细节都手把手地教导 希望可以将拼布这门手艺传承下去 我们应该常看人家的长处 然后学人家长处 那个叫不好的地方 也是在让我们知道 哎 这样子做 这个包包这样子做 可能没有这样好 没有这样耐用 可能没有这样美观 所以好跟不好 其实就是由我们自己来去感觉 来去学习 雪兰娥书轩拼布班成立至今 在遇到疫情影响 一路走来坚持不放弃 希望这一次的培训课程 充实自己 把拼布的精神理念一直传承下去 大爱新闻成日文 马来西亚冰城采访报道 多一份善恋 多一份平安 一人一善 远离灾难 请不吝点赞 订阅